马路旁已经开始积水 高雄市区从周二入夜后雨势不间断 沿海地区更是出现强阵风 山陀台风归宿移动 对南台湾的影响越拉越长 同样已经感受到台风威力的还有台东 台东发布超大豪雨特曝 资本和泰玛里溪水暴涨 道路旁也有陆树倒塌土石崩落 因为在原地打转太久 台风强度又持续减弱趋势 最新各国电脑模式模拟路径也有变化 日本气象厅预测路径 山陀从西南部登陆后 一路向北北纪方向爬行 美军预报则显示 山陀从西南部登陆后 仍然会碰触到中央山脉结构 之后台风转弱朝向桃园新竹方向出海 所以在往北走的时候 那就会碰到一个问题 它是沿着台湾的西部上去 还是要穿过台湾的中央山脉 往这个东边来走 那这两个实际上来讲都有可能 那过去如果是沿着台湾的西部 这个山脉走的 这个是过去比较多 但是如果是穿过这个中央山脉呢 在过去只有1986年的伟恩台风 但这个台风呢 因为它是在高雄 如果它登陆在高雄 那因为高雄这个地方相对它的山 没有那么高 如果导引气流够强的时候 它越过这个中央山脉到了台湾的东部 这个也有可能 周天大气系统相对复杂 但怎么走都是贴着台湾本土 山脉从深沉开始 从预测贴着东部一直往西修正 到了西南方仍旧往北转 主要就是受到大陆冷高压影响 秋季的这个季节呢 除了太平洋高压仍然有影响力之外 另外一个就北方的高压系统也下来了 那这个高压系统呢 它的势力跟现在的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差不多一样 那这个呢 一个是让它 太平洋高压 它会让这个台风呢 基本上往北走 那这一个冷高压呢 会让它往南走 那一南一北 如果这两个势力相当的时候 那这个台风就很容易产生滞留 左边有大陆冷高压牵制 右侧还有太平洋高压 两边朝山土而靠近 才导致北转 专家分析台风登陆后 长度将会大幅减弱 加上地形干扰 同时又因为减弱速度太快 被高空朝线丢包 接着又被东北季风压制 因此台风会在台湾上空慢慢走 昨天是一个大气的系统是非常复杂 旁边有一些比较刺激系统就是台风 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那个高风朝线 那这些都影响了台风的移动路径 那刚好这一个礼拜 这个系统都在我们的三拖旁边附近 因此它就改变了台风的移动 甚至让它滞留 甚至让它比较在模式上的表现都比较不如预期 那我们近期的滞留的原因也都是这个导引的气流 比较不明确所导致 大气层大概约在三公里到 八公里的高空有个朝线 它是一个从那个西南边往东北吹的一个气流 这个气流会把台风把它导引到东北方向 不过专家也提醒台风对台湾带来的灾害 不单只是看强度 最主要是雨势 像是东北部 宜兰 花莲 礼拜四共伴效应就会慢慢出现 恐怕会有持续性的剧烈雨势 其实不用考虑到太复杂 我们只要想着台风是个逆时针旋转 如果它从南边上来 它的北边就是东风 那我们的中央山脉 就是基本上是南北走向 东方就是阴风面 所以只要南边上来 在它北边就一直下雨 所以这个台风如果走得很慢 它就持续的累积的向雨 持续的下雨 这个累积的雨量就会很高 所以是整个东半部都必须提防 那等到台湾比较靠近台湾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逆时针 北边这边也会变成四眼默眉 山脱路径诡异 登陆一再延后 对台湾影响时间拉长 防台不能掉以轻心 TVB新闻于心海 刘军台北 采访我们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